Consumer Report 让你成为生活大赢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听消费者指南节目 我是柯南 其实我们大家在买车的时候 每个人的侧重点都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 尽管说我们大家都想买到一台好的车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更关注这个车的安全性一些 有的人可能会更加侧重在这个车子的性能 或者是它的驾驶的感觉上面 像这些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在买车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去试驾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情况下自己都能够分辨出来 这个车是不是开起来比较好开 或者说开起来是不是速度感操控感比较好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在这种短时间的试驾 没有办法去体会的 或者说体会的不完整的 就是我们说这个车开起来是不是舒服 很多情况下 如果我们这个车子 我们刚坐进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除非是当我们真正的在路上面开 开上它好几百公里 然后或者说因为我们需要去远的地方 需要连续开好几天 这种情况下才能体会出来 这个车开起来是不是真正的舒服 那么造成一个车子 它的这个舒适度的高或者低 其实取决于很多不同的方面 那么在Consumer Report 他们在做这个汽车测评的时候 也会对这个车子的舒适度进行一番评测 那么他们评判这个车子是否舒服的话 主要取决于五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车子 它的这个行车的舒适程度 包括我们坐在车里面是否感觉这个车子开起来足够的平稳 我们坐在车里面是不是总体来说是不是舒适 包括像是在这个车子经过一些比较颠簸的路面的时候 它能不能够很好的减震 让我们感觉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服 比较平滑的这样的一个行驶的体验 那么通常来说的话 这个轿车都会比这个SUV之类的话 稍微的是要舒服一些 因为这个SUV的话 它的这个车身比较大比较高 所以说它这个减震的话 那就相对来说会硬一点 它需要保证一个这个平衡和操控性 那除了这个行车感受之外 决定汽车舒适度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就是这个座椅的舒适程度 包括这个车子前后座椅 它这个坐上去 这个它给我们身体的支撑 像是对这个大腿部分的支撑 以及这个后背还有后腰等等 包括和座椅和座椅之间的距离 这些呢都决定了我们坐在这个车里面会不会舒服 那第三一个重要的标准呢 就是我们这个驾驶座的舒适程度 驾驶座的舒适程度呢 不仅仅是包括是这个座椅的舒适程度 它其实还包括了我们在坐在驾驶座上面的 所需要承担的非常多的工作 包括我们在驾驶座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视野 以及我们这个头部肩部的这些距离 还有我们的这个腿部所留下来的空间 我们是长时间的驾驶 是否会感觉到疲劳 包括我们在车里面 所需要去触碰的这些操作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很容易去触碰到它们 这些呢都是需要去我们慢慢的去体验 才能感觉出来的 所以说这一方面的这个设计呢 也是很重要的 那第四点呢 是这个车子的它的进出的这个通道的设计 那如果说一个车子 它的这个进出设计的不是特别好的话 其实是让大家非常不爽的 包括我们这个进车门的时候 这个门的高度 包括它的这个我们车的底盘的高度 有的车子它有这个台阶的话 这个台阶的高度 我们前后排 如果有的时候去后排座椅 是不是能够很方便的进去 这些的话呢 如果设计的不好 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舒适度的体验呢 是会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那第五点呢 最后一点可能很多人不觉得是跟这个舒适度有关 其实呢是关系也是非常大的 就是这个车内的噪音 那我们知道这个汽车的话呢 它作为一个这个第三空间的话 其实绝大多数人的要求的话呢 还是相对于车内需要安静一些比较好 那么车子的话呢 它有很多这个噪音的来源 包括这个车子本身的里面的像是引擎啊 或者是其他零件的这个噪音 包括我们在行车的时候 路面的声音 还有这个外面空气气流啊 风的声音 是否会进入车内等等 这些的话呢 如果噪音控制的不好的话呢 其实对车内的这个开车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以上呢 其实就是Consumer Report 他们用来评测这个车子是否舒适 所去鉴定的这五个标准 那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 在这五个标准里呢 比方说像是车内噪音之类的 我们在试车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稍微用心一下 自己是可以感觉出来的 但是其他的一些包括像是这个座椅的舒适度啊 然后前后座椅的这些 对身体的支撑这些 其实是需要去开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才能够感觉得到的 所以接下来呢 在节目里面就为大家推荐五台 这个经过Consumer Report测试的 是非常舒适的五台车子 那么这五台车的话呢 包括了不同的这种车型 有轿车 也有这个小型的 或者是大型的这个SUV等等 但是呢 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是属于这个经济试用型的车 之所以没有推荐那种比较豪华的车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默认这个豪华车呢 它既然已经是这个价位比较高了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舒适度上面呢 就应该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所以说是他们相对来说呢 都是比这个经济的类的车型呢 是要舒服一些的 那么第一台车的话呢 是一个中型的轿车 是这个2021款的这个SUBURU的Legacy 那么这台车的话呢 目前的市场售价是在22000到36000之间 那么车子的话呢 是非常的舒服 包括里边的这个空间 包括它的噪音的话呢 也是控制的非常的好 那第二台车的话呢 是一台这个小型的SUV 然后呢 它也是这个SUBURU的 是Forester 这台车的话呢 售价也是在35000以下 它是在24000到34000之间 那么这台车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车门做的 就是非常的 设计的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进出上下车的话呢 会显得非常的方便 然后它的这个前车的这个驾驶座的话呢 这个位置呢 会偏高一些 所以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 去不管是我们操控 还是这个视野的话呢 都非常的好 那第三台呢 是这个大型的这个轿车 是这个Chrysler的300 Chrysler300的话呢 它目前的售价是在31000到37000之间 那么这台车的话呢 其实可能并不是卖的特别的好 特别的畅销 那外观设计的话呢 可能也看上去不是特别的能够跟得上潮流 但是呢 它真的是里面的内饰的话呢 会显得比较的豪华一些 在这种这个价位的车来说 会显得相对的很豪华 然后呢 这个前后座的这个空间 座椅空间也非常的好 包括这个车内的噪音呢 也是非常的小 那么第四台呢 是一个中型的两排的这个SUV 是这个Lexus的RX 那么它的售价呢 是在45000到57000之间 然后呢 这个车子的话 你坐的话会觉得行车起来 开起来的话呢 非常的柔顺 非常的舒服 它的这个减震呢 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呢 引擎的话呢 也是噪音非常的小 而且呢 它还有一个这个油电混动的 这样的一个版本 如果是用这个油电混动 然后只开这个电的电动的话呢 那它的噪音就更低了 那最后一台车的话呢 是这个奇亚的Telleride 那它的价位呢 是在32000到44000之间 它是一个这个三排的SUV 那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呢 其实它在舒适度方面 比很多这种超豪华的这个SUV的话呢 甚至是要更好一些 包括它的这个门的大小 包括它的这个座椅的这个宽度 然后座椅的舒适程度 以及车内的噪音 它真的每一项呢 都控制的非常的好 那就不管是乘坐还是驾驶 都是非常舒服的一台车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